就把它呢,用這個棍子插著,然後用船把它拉回來 各位,不是這麼小一塊喔,這是一個模型 它割的是很大很大一片,會割好幾塊 然後好幾塊之後呢,就把這個棍子有沒有,插在每一塊上面 然後呢,之前,他們的這個繩子呢,都是用這個托拉 有沒有,就你們做的這個椅子有沒有,編織出來的繩子 編織好,然後就像這樣子繞 我不會說到那裡啦,你再看看那裡,等一下啦 然後編織好的繩子之後呢,就開始交錯的,把它捆綁在一起 讓它不要散開來,那後來現在科技進步了 我們賣這種,尼龍繩 因為以前的繩子可能會維持個一年或兩年,就會斬掉了嘛 或是半年,或是更短的繩子就會弄掉 那尼龍繩之後,可以讓他們維持個二十年到二十五年,就會斬掉 對不對 好,等一下 我們把這棠弄完之後呢,就要去割這個托拉 那托拉怎麼割呢? 它不是扶上來嗎?就像你們現在所看的 它就拿一根鐮刀,放一根很長很長的棍子 然後就走過去,就走過去,滑過去,放下去,然後再扶一拿去,再刀割 其實就一個到處就把切割過去,有沒有看到 它不會很難,因為它是空氣的 切割過去之後,那些滾軟的巫蝙上 不斷浮現它,看著它不動的時候,它又繞過了 用那個鐵刀這樣一直勾 門子放它,就勾回來了 那勾回來之後呢,它就把它這樣鋪在這個桶上面 但是鋪的方式呢,要這樣交錯,一層又一層 一層又一層交錯,這樣就知道 最後上面一層呢,就用鋪甲比較細一點的,帶著鋪甲甲的放在上面 OK,多少公尺? 1公尺,1公尺 差不多這個鋪圍齁,要跌1公尺的高度 所以你們現在站的鋪甲上面,底下有1公尺,大概1公尺這樣子 然後,才到鋪甲,好 它多少電話一次? 1公尺,1公尺,1公尺,1公尺 2公尺,2公尺,2公尺,2公尺 它說,大概每15到20天,它每鋪甲一層都會好 看到沒有,我講的這個,鋪甲的這個都會好 它大概每到15到20天,它每鋪甲一層都會好 然後,回來就鋪甲上去 那他們的房子,他們的房間這個定層 就要用的更高,用兩層鋪甲上去 才不會直接就在這個上面 OK,那他們要用的時候呢 因為房子的蘆葵草也會潮濕嘛 潮濕的話,你們把房子抬起來呢 因為很輕,抬起來之後 然後再放新的蘆葵草在上面 然後再把房子放上去 然後再把房子抬起來 他們的房子抬起來 我看到她的醫生 很久不見 那樣 那樣 我看她的老婆 那樣 很美 然後,剛才大家從火燒倒,它怎麼處理呢? 那一樣把泥土挖一塊上來,放在這個鱸尾上面 然後把它的這個已經剝掉的罩子 放在上面,然後放在那裡 然後把那裡煮東西 然後放在上面,然後放在上面 就他們的交通工具 就是他們的交通工具 就是在那裡 然後放在上面 就是他們的交通工具 然後放在那裡 也是,他們說話 小龍的天爵 船邊 攝影 這個樣子 他的肌肉 坐著 坐著 conduct 船邊 好了 我們來看看他們還是在什麼 好